第五組 第六組請準備 那大家好,我是王孝榮,你參選的 那是我今天請在一起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呢 一件事起於2014年4月 那時候做一個開放政治現金1.0 然後那時候覺得說 2018年之後我就在想說 如果我要去更了解政治現金1.0 我是不是自己開個專項比較壞 開專項不用錢,參選才要錢 所以開個專項,我就可以來做政治現金2.0 可是2018年中,我想到這件事的時候 參選分級已經結束了 要不我那時候要登記新美市長 然後,所以今年還來得及 所以我就趕快開一個政治現金專項 所以來一個政治現金專項2.0 然後其實因為剛剛那個照片讓我被誤會 所以我是要認真參選 所以就江銘一聲就表示說 所以我很推薦這位候選舉大家支持他 那,立委貿易貿易只要20萬 跟市長的200萬差很多 然後我也,我畫 然後腳量我畫兩百塊去唱《風靈泥沫》 我被人買過 但是20萬感覺好像很接受看完 所以我就很早就不小心太早放話說 欸,假如我誤到10萬有的話,我就選到底了 結果第一天就把那邊一起誤會了 所以現在已經累積24萬了 好吧,所以只好選立委了 所以就是我的開放甚至先進3.0 就是真的到參選過程 不過既然決定要選了 那我就會想說 要怎麼思考 怎麼通過參選過程 讓更多人可以認識Ginning比 所以我覺得第一步是 我想先把紅線畫好 所以我有真理一個共筆 是社群參與者參選注意事項 所以如果大家要來這邊尋求協助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是一定要做 或是一定不能做 或是最好要做的 像是說 我絕對不能講 我是蛋打Ginning比賽 這絕對是紅線的紅線 像這樣的紅線 我希望能夠透過大家來幫忙 就是寫好這樣的共筆 然後第二個是說 我想把競選主軸 放在怎麼樣 把Ginning比精神 怎麼樣把開放政府 融入這個參選過程 並且怎麼樣 從來沒有參加過這些活動的人 可以知道說 這個精神是什麼 然後怎麼樣去了解 然後再來是 會需要花多少錢呢 那目前我的選區的競選對手 林國春跟張鴻路 他們四年前 一個花一千八百萬 一個花九百萬 那我究竟要花多少 那 還有 這是林國春在四年前的時候 他在板橋區放了廣告看板的數量 那怎麼去跟一千八百萬跟九百萬拚呢 那其實前幾天一趴的姐姐說 喔 Ginning真不愧是高科技團體 這樣可以推出一個虛擬的候選人 然後我覺得 我好喜歡這idea喔 所以 就是我們來想一下 怎麼會玩虛擬候選人這件事情 或許我今天我們走虛擬 走網路 然後第一人 人人都是網上榮這種idea 就是 用很少的錢 然後必須要很大的宣傳給我 我也是 全家都網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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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這邊有什麼 Tenshaw大家幫助 所以剛剛第一個review 那個注意事項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大家想要嘗試透過虛擬候選人 能夠做什麼事 然後可以大家也幫忙一起想想看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今天有屈頂滴精神的立委 當下之後能做什麼事 我覺得這個共筆也是一個很值得 今天大家一起做一個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